祝大家新年快樂 不知道大家過年有沒有去哪邊玩呢 歡迎留言告訴我跟我分享一下 官方在今年送各位第一個紅包 就是夸客新年限定造型免費送 除夕登入就能直接領到 官方送大家第二個大紅包 就是在活動頁面左邊點到第三個 然後有一個活動叫靈狐進寶 看到這個畫面想必大家都不陌生啦齁 白嫖點券啊 總共會有8次的機會 越來越貴這樣子 那第一次呢花30點券 保底可得30 最高可得60點券 為大家實測一下 最後我獲得60點券最高喔 跟大家分享我四隻帳號第一關 都是甩到60點券 應該是官方故意設定的啦 接下來140能獲得189 白嫖到49點券 再來第三次 350能獲得多少呢 450白嫖到100 接下來花720能獲得多少呢 820又白嫖到100 接下來我獲得的點券都不超過100 那跟大家分享喔 如果你本身就要儲值 本身就要去買造型的人 記得先來白嫖一次點券 你再去花錢買造型 然後你本身就沒有打算要儲值的玩家 其實你可以不用儲值 因為羊毛出在羊身上 官方的目的呢 就是想要你儲值 釋出一點小小的力 然後讓你去儲值一大筆的錢 最後一次的招財禁寶有點尷尬 要6850 可是我身上只有6664 超級尷尬 差200點券 要不要儲一波 肯定要的吧 那為了求方便快速 我就直接用手機裡面儲值 跟大家分享喔 如果你直接用手機裡面儲的話 換算下來是比較貴的 你用iPhone啊或是信用卡其他方式 反而會便宜一點點 那儲哥 最後 跟大家分享 我總共白嫖到 851點券 就是這8次 賺的點券加起來是851 分享給大家 聽說幫影片點贊的各位 大家的運氣應該都是能比我好啦 接下來我們就用夸克的最新免費造型 去實戰看看吧 哈囉我早上嗨你好我是儲哥 I'm儲哥 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場我在選角的時候 選下夸克 過了5秒 我都看沒有人選其他的輔助 我就很安心的跑去廁所 尿個尿回來 一進到遊戲裡面 怎麼輔助裝買不到 被人家買走了 一看怎麼會有啞啞我嚇死了 看來我被霸王硬上攻的是吧 強迫夸克走中路也是OK啦 一開始拉到了阿萊斯特 利用我們的魔紋 自然之怒外加塔的傷害 直接手殺掉阿萊斯特 我萬萬都想不到 阿萊會有這一天 喔不對 是夸克會有這一天 還有一隻輔助 哥德爾 他還想躲在兵後面阿 照樣拉進來 可惜我的自然之怒還沒冷卻 好 就放他一馬吧 這場我就想了想 如果我還去出什麼全坦裝的夸克 會有點力不從心 既然我們已經夸克走中路這步田地了 肯定要來獨留一下 欸我這場真的本來沒有想要獨留的 隊友逼我獨留 不得不獨留 所以決定來一顆 魔攻夸克 來踹踹看試試看 全魔攻夸克搭配這次的造型 到底感覺如何呢 還是跟大家強調一下 千萬不要模仿 很重要我們就講一次阿 講三次的話阿 會模仿的好像還是會模仿 OK啦 那我們又把哥德爾拉到塔下 我發現玩中路的最強的玩法 就是要把人家拉到塔下 搭配自然之怒 可以去殺掉輔助阿 或者是法師應該是沒問題 只是說人家都會躲在兵的後面 就要考驗你拉的技巧 所以才說 哥哥有練過 千萬不要魔法 OK 那這次的造型阿 他一二三招 都有做技能特效 而且非常華麗 我覺得只差在他的技能特效 沒有那種掉出錢的感覺 就是很多錢的感覺 畢竟 這個造型呢 叫做財源滾滾嘛 過年的造型 感覺他那個一技能踩一下 那個周邊感覺他噴很多錢出來 我覺得這個造型阿 他放在抽獎 我可能都會買的感覺 雖然免費啦 梅魚蝦也好嘛 我不會唸台語啦 我客家人 所以我就唸國語 梅魚蝦也好 也是不錯了啦 在影片一開始阿 我問大家過年 有去哪邊玩 或是有想要去哪邊嗎 又哥其實今年 很想要去 在南投嗎 反正在台灣的中部 有一個叫做 泡麵的土地公嗎 我一直很想要去那邊喔 不過今年 應該是沒有辦法出門了 畢竟帶兩個小孩 你自己知道 只要塞車 在高速公路上面 一久了齁 那個小孩真的動北條 他們會大哭那種 有時候太久會餓阿 或是 那個汽車座椅 安全座椅坐不住 所以想了想 阿 你們再過個幾年 等他們再大一點再去吧 其實那個泡麵土地公喔 我可能一兩年前就很想去 這場因為是全魔公牛夸克 出裝我就不放出來了齁 避免大家模仿 就不要模仿啦 去玩全坦裝的輔助牛夸克 我們的策略呢就是 中路清完兵線 然後去兵線跑線 拉個人 讓隊友去殺 不然是透過我的自然之怒 欸那個燃燒效果 也是很厲害的 你看大招吸 可喜 被割的 他有清新解控跑走了 這樣子我瞬移用掉了欸 然後躲在這邊 我的目標呢 是想要拉塔下那隻阿萊斯特 剛好有兵線 躲一下 走位一下 拉過去 差一點點拉到 我們齊羅直接塔殺 可以阿 是哥德爾 你搞笑嗎 你搞笑嗎 好笑嗎 老實講 齊羅這樣進塔 如果不小心被哥德爾 空到塔下 好像有點危險喔 然後再拉到哥德爾 自然之怒燒起來 這傷害還是沒辦法單殺哥德爾 果然夸克 只能 只適合走輔助位啦 看到下路的井 看來是一個單殺 突然間看到了甲蟲拉過來 搭配齊羅 雖然有傷害不夠 但是有隊友 就沒問題了 所以這關鍵還是有隊友 出魔攻 要單殺人 太困難了 自己不要被單殺 就已經不錯了拉 那這場看起來 芽芽應該是跟井 雙排吧 難怪我每次去魔龍路 我的畫面都是白的 看不下去 都要戴墨鏡 才能去魔龍路 那又拉到阿萊斯特 這傷害又差一點點 阿不就還好 青燕直接從後面進來 可以喔 然後就去塔下吃個補包 回個魔 主要是回魔阿 這個魔太缺了 塔下藍色的補包 可以回比較多的血跟魔 那如果是上下兩路 綠色的補包 就沒有回那麼多 就是中路的藍色補包 是回最多的 等待一下我們的鉤子 下一個要勾誰呢 喔假衝 大招撲過了 想跑咧 還想跑 又是哥德爾 然後我很怕被阿萊綁在塔下 所以趕快出塔 果然 他綁我了 可以 我就等他綁我 也就是犧牲打的意思啦 打到現在 我看的比數 15比0 有點誇張 我就覺得 這場好像怪怪喔 這時候我就有點在懷疑 對面是不是電腦 可是 你看喔 哥德爾他的清新解控 他的瞬移阿 其實都用的 還算蠻到位的 只是說 會有點慢一拍的感覺 或者是有點笨笨的感覺 對 這就是讓我懷疑 感覺是電腦 吸到三個人 OK 哥德爾定起來 搭配齊羅 沒問題 這時候 我在想 該不會是我們 因為太順風了 所以才會有這種畫面 如果我們是逆風的話 或許沒有辦法 完成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繼續看下去 到底是不是電腦場吧 把洛斯復活出來 然後砍一刀 一個人都沒砍到 什麼 然後大招 還跳出來 他感覺是想要劈我們一刀 沒有跳到 然後趕快跑走 然後後面有一個阿萊 直接把他吸起來 然後蘇跟甲蟲一起被吸 什麼意思 嗯 這個 越來越有機會是電腦 拉過來 不要再跑了 然後還有一隻蘇 我的勾子還在冷卻 基本上23比0 是有點太誇張了 打到目前為止 我覺得電腦場的機率高達9成 不知道大家怎麼看呢 我是幼哥 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